哈喽大家好久不见 今天视频主题就是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提高开发效率的小tips 就是在我最喜欢的代码编辑器VSCode里可以装的一些插件 这些插件都大家提高了我的工作效率 可以说没有它们我就没法干活了 在做这期视频之前我也有去看了一下其他博主的推荐 我发现大家推荐的插件其实都大同小异 来来去去就那几个 所以在这期视频里面我会尽量挑一些没有怎么被提过的插件来说 如果还是不幸提到了你们已经知道的插件 那实在就不好意思了 视频的最后我还会分享一些我喜欢的VSCode的主题 那废话不多说就赶快开始吧 Color Manager这个插件可以管理代码中所需要用到的颜色 可以给每个项目单独创建一个独立的色盘 添加色号并且给色号区名 在写CSS的时候可以直接写出对应的色号 这样就不用反复查看复制粘贴颜色代码了 另外使用Color Highlight这个插件也可以给所有的颜色代码添加背景色 便于区分 再也不用担心写错色号了 Git Lens这个插件可以在编辑器中查看Git日志 比如接受一个别人的项目的时候 就可以在每行代码旁边看到这个代码是谁写的 什么时候提交的 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8个是谁写的了 这个插件就是我每次接受一个新项目时候的快乐圆圈 点击左侧菜单还可以查看提交的信息分支信息tag等 就不用跑到GitHub上面去慢慢找 Project Manager这个插件就相当于一个文件管理器 尤其当同时有好几个项目在并行的时候 就可以把项目都添加进来 非常方便查找和打开 比如像我经常有好几个项目同时进行 或者说要打开另一个项目去抄代码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了 当打开多个项目之后呢 还可以用Peacock这个插件随意更改创客的颜色 以便于区分不同项目 CodeTime可以记录你每天写代码的时间 这个是我前几天才发现的插件 所以现在没有太多数据可以展示给大家 不过我觉得有个东西帮我记录时间也有助于工作复盘 久不久看一看还是挺好玩的 CodeBrander这个插件可以单独执行某个文件的脚本 在一个大的项目里如果只想测试某个函数或者某个脚本文件 就不用去运行整个项目了 直接一个快捷键就可以执行了 还有更高端一点的是这个Quokka 不知道是不是这么捏 这个应该也比较有名了 可以一边写代码一边直接显示输出结果 不足的就是不能在已经写好的代码文件中使用这个插件 是需要付费的 但在免费功能中需要先运行Quokka 然后再通过Quokka去新建文件 再把代码考进来就可以用了 ResClient这个插件就类似于Postman 可以在VSCode编辑器中直接调试接口 想省时间那又没有大量接口调试需求的 只需要装这个简单的插件就够了 在VSCode里头新建一个.http或者.rest格式的文件 输入请求内容 然后点send request 就可以看到接口返回的信息显示在右边啦 Rainbow CSV这个插件可以格式化CSV文件 在VSCode里也可以舒适的预览CSV 然后搭配这个edit CSV插件 还可以很方便的去编辑这个文件 最后使用JSON to CSV这个插件呢 还可以将整个CSV文件直接转成JSON数据 在整理数据的时候还挺方便的 在写大量静态数据的时候 使用Quotify这个插件就可以自动给所有的字符串 加上双引号 也是在整理数据时候我会用到比较多的工具 VSCodefaker这个插件呢 是用于在写假数据的时候快速查找到一些常用的内容 比如像电话啊地址等等这种就再也不用去废机脑子乱编了 在代码美化方面除了比较常用的Pretier之外 我还装了Indicator 这个插件可以用一条直线突出显示当前的缩镜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标签结尾了 想要改变大段代码的空格缩镜 也可以用这个Indent OneSpace这个插件 选中之后直接按空格就不会是把这段代码删掉 而是增加或者减少缩镜 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提高效率的 Bracket Padder这个插件呢可以在输入括号后自动添加空格 输入之后呢只要按一次空格键 括号两边就会添加一个空格了 就不用自己手动再去按一次空格了 我不知道你们反正我是烦死了YesLint这个东西 大致呢就是用来约束代码格式的 严格到如果哪行代码说进不对都会报错 我自己做自己的小项目的时候 就会自己去偷偷的把YesLint的规则禁用掉 有的时候我觉得太烦了 我甚至会把它卸载 但逃避时中不是办法对吧 装了YesLint和YesLint Chinese Roots这个插件之后 在输入的时候就会直接给出错误提示 并且还会帮你翻译成中文 你也可以直接自动修改错误 就不用等到项目运行之后看到报错页面了 也给我省了不少的时间 用来检测代码中写了 但是没有用到的变量也是挺方便的 这个插件可以自动截图选中的代码块 比如说要问问题啊或者是发给同事的时候就非常方便 也不用担心不小心截图截取到了多余的内容 对啊如果是新手第一次用VSCode不知道要装什么插件 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在搜索栏那里输入 atpopular就可以看到现在当下最火的被人使用最多的插件了 或者也可以直接输入你自己用的开发语言 装对于那个语言的美化工具或者是快捷输入的插件 基本上也就够了 最后再来给大家看看我喜欢用的一些主题 我只用深色的主题因为眼睛不太好 大家暂停截图就好 OK那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们有更多好玩又冷门的插件也欢迎在底下评论区推荐给我 那最后就祝大家元旦快乐 下次有人再见 拜拜